中国最近天摇地动,六天前才发生亚安地震 今天在四川省宜宾市,早上六点接连发生了三次地震 其中最大规模4.8,目前已知有超过两千间的房屋倒塌 至少数十人受伤 就在亚安地震第六天,同样位于四川省的宜宾市 在长宁县、拱县、新闻县处 今天早上连续发生了三起地震 最大一起达到瑞士规模4.8 截至目前统计,有47人受伤 其中较严重的长宁县共2万余人受灾 受损房屋超过2万间 1千多人需要转移安置 专家指出,这次宜宾地震 与几天前的亚安地震属不同的断层带 但也有评论认为 中共进行三峡大坝等工程已经严重破坏自然 让四川省变成极为容易发生地震的区域 新唐亚太电视,王安慈编译